自2019年之後 其實有大量的香港手足、香港人 移居了去台灣 桑婆可不可以講一下 他們現在在台灣的港人的情況 和他們所遇到的挑戰 和講講我們在海外其他國家的人 可以有什麼幫助 是,很感謝這個機會去講講這個情況是怎樣 可以分兩大堆去看 一路是難民一路是移民 難民就是說台灣雖然沒有難民法 也沒有所謂的政治庇護制度 但是它的確按照港澳條例第18條 有一個所謂的政治因素 可以給專案保護的制度 根據這幾年來的觀察 就是進入專案的人都是數以百計的 如果這個專案其實實質上 就是一個政治庇護的一種status 一種狀態 相信他們會在五年 就是拿到這個專案之後 五年 就可以在最後一年 拿到最低工資的1.5倍的薪金 只要是在勞保可以有記錄的話 就可以拿到身份證 成為國民的 因為香港人去到台灣 是沒有所謂的PR制度的 即是沒有綠卡制度的 他們要是居民 即是residents 要是國民 我想在現在的政策之下 這個政策並不是白之黑字寫出來 很多手足之前跟我說 如果這次賴清德當選不了 是不是所有東西推倒從來 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你 但是風險在這裏 現在他當選是否會照形象呢 看看究竟最早的一批 如果你說五年 2020年初是第一批 我想2025年1月2月再後 我們就看看他們本身有沒有 這個兌現承諾 這就是一個情況 但是可以這麼說 台灣幫這班的難民 就是quote and quote 難民 他們不叫難民 即是叫專案人士 人數是多 而且還沒拿到states之前 是有給錢給他們的 同時也有少量的錢 一拿到states之後可以做事 就不給了 你可以去工作也好 讀書也好 任你 總之去到第五年 就是工作可以存職 兼職 自僱 總之在勞保上 有這個1.5倍的身高 就是基本上放行 那這件事看看他有沒有做到 這個就是對難民的做法 移民方面 香港人去到台灣移民 是很多種方法的 ok 比如在在各位 可能是在美國已經有這個國民身份的 當然是以台灣來說是外國人 即是台灣不承認雙重國籍的 但是很多是香港去的 就會有很多種方法 投資移民 專業移民 醫生的也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創業移民 甚至讀書之後留在這裏的情況 曾幾何時在2122年的時候 曾經有很大的政策方面的收緊 這個收緊我覺得是欠缺一些規則的明確性的 那這方面我其實是做很多一些不高調做的事 不要再質疑說是桑本有沒有做事 我都不會背影這些問題 那最後是近這半年情況又顯著的改善 換言之就是政府也都在近這幾個月 可以舉辦了好幾個不同地方的一些見面會 每次見面都有人先報名 那政府每次提到就先跟這些人說 你的問題在哪裏 你的問題在哪個地方卡住 那麼使得很多人就有一個 基本上就知道問題在哪裏 那我也希望以後台灣政府能夠 將一些審查的基本標準 可以將它化為更明確的公事規則 而不是透過一些見面會 或者口意相傳去處理問題 那麼這個情況做好就可以了 我經常都說 我是很怕共諜滲透台灣的 我是很怕台灣政府在國家安全失手的 而事實上我在all the time 無論在難民、在移民方面 都碰到一些很有值得懷疑的個案 那麼在這個情況 我想政府把關是合理的 尤其你要知道在2019、2020國安法之後 全世界政府收緊對香港的一種移民政策 是有的理由的 英國和加拿大是比較例外的 因為英國是有歷史的所謂的負罪感 而英國也缺少一些南嶺工作 南嶺的勞工 是有工作有工沒有人做 加拿大你稍稍知道 是有工沒有人做的情況很多 所以出於他們國家利益 他們開放香港的移民是了解的 但是你不可以以為這些政策是常清的 也不會這樣 也不是因為大家覺得香港人可憐 所以大家要這樣做 跟可憐沒有關係 是跟利益有關係 這方面他做得比較 他們是移民國家 以前放寬很多 但是不要忘記 當時每年 有一年 拿到定居送的是個位數的 因為沒有人申請到台灣做國民 曾經比較多的是幾十個 甚至百多個已經很多 但是一度反送中的時候 每年批准定居獲准是千多個 去年接近一千個 更也會回到比較清的個案 所以我覺得台灣其實 有一個限度 他沒有辦法提起這麼多 二千三百五十萬人口 他們知道他要這樣做 會牽涉到很多島內的反彈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 但是希望你的規則變得明確 而且你不需要任何事情 都沒有財量權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要絕對的財量權 因為國家安全 但是不可以寫下來說 你在美申工作過 你做過中大的圖書管理員 於是因為國家安全理由 又將你否決 曾經有一段時間是這麼荒謬的 那裡面的情況 我不說的原因是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但是可以這麼說 這個情況已經漸漸過去 現在叫做清職案的階段 那我想這個是政策方面 那我講回各地的港人 那我台灣行業會主要是一個 做一些軟性活動的組織來的 那我後面 我就是很多的一些和政府的 甚至是做一些緊急的支援的 比如說今天我們幫一班學生 去籌款這些東西 都是相對是在後面做 我們主要是在前台做的工作 是涉及到 譬如有些市集 連銷 那不是剛剛在街上見到 很多某一種類型的連銷 是香港人本身搞的連銷活動 我們會有一些是連銷之餘 還會搞一些座談會 台灣歷史的分享 台灣民主的自由經驗的分享 也都希望彼此之間對談和交流 和台灣人促成更多的聯繫 這一點是重要的 因為每一個人去到這個地方 都希望不是落葉歸根 而是落地生根 希望每個人都肯定 起碼有這樣的思維 是重要的 如果永遠 雲牽夢是一個落葉歸根的地方的話 你是塞根的蘭花 以前有一個國民黨的一套 當時有一套課文 要這樣讀的 所以這些這樣的做法 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希望在每個地方落地生根 希望喜歡那個地方才留在那個地方 台灣它不和美國的文化是很不同的 台灣沒有那種所謂的 就是由啟蒙宗教改革 一直到五月花號 一直到現在 無論是政黨政治 如何說得好 都有一套很完整的 自由民主憲政的思想在這個地方 是根深蒂固幾百年 台灣不是這樣的情況 台灣是一種短期內初生的民主政體 它裡面的文化 很多穩含著很濃郁的 講關係 講人情的華夏文文化在一邊 大家明白 我經常用一個詞語形容 繁體中國 即是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香港人很多東西是不適應的 是有水土不復的 但是他們很喜歡一樣東西 是甚麼呢 台灣是很自由的 所以等一下 我有這個地方 想和大家 這個小拍賣 在我最後做 自由的 因為台中 我穿梭台中 台灣各地 都有很多香港人在不同地方住 由台北 淡水 板橋很多 林口也很多 林口和淡水是最多的 然後到桃園 一直到台中 台南 高雄 都很多人開店 而且我們經常說的 黃店比例 他們每個人都不喜歡 我講黃店的 就是說 在台港店的比例 是相當多的 他們都在宜蘭都有 花蓮台東 台東有個更厲害 一個人做燒賣 煲仔飯 叉燒 乾炒牛 我甚麼都做了 服侍幾圍台 太厲害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不同地方好敢做他們自己的事 他們心目中很多的理念 不是 跟我們分別很大 都是崇尚民主自由 大家問到就是 因為我們要被巡 即是我們不希望再接受共產黨的管治 所以去到那個地方 是 我們是退 但是我們不退 有甚麼方法呢 那你不退 你這些小朋友 你都要想想他的將來 所以這件事 並不是說 是完全錯 但是留有一個遺憾 有時候我問自己 即是否離開了 香港去台灣 是一些遺憾都沒有呢 當然不會沒有遺憾 即是我們在兩難之間做了抉擇 這個也是陳建敏教授 經常跟我講的 你做哪個決定 都會有 一個跟你不同意見的人 會有一個聲音批評你 為甚麼你不留在香港 為甚麼留在香港 為甚麼留在香港一起打 即是我可以這樣說 傑斯當時跟我講過同樣一番說話 即是2000年的時候 2002年 2020年的時候 我就在D100不做了 之後呢 也都自行亞洲電台那個地方 就搬去台灣了 即是繼續是 我在台灣說話 那當時也有很多人說 你走得那麼快 要不要走得那麼急 國安法沒有牙 後來才知道 那問題很嚴重 因為當時 在最後一集的北京飯店 講了一個說話 我說2020年的香港 就是1949年的中國 你要做胡適、傅斯蓮 還是要做陳仁闊、冰心、巴金 就是這幾個月的決閘 這個閘是會關的 這個很悲哀的 即是看回閘門是會關的 今年四大案件要判決了 是不是 47人案、黎智英案、立場新聞案 和支聯會周幸彤案 這些是擺在眼前的現實 再加上可能前半年 就是23條立法 反間諜、軟對抗 說你是間諜就是間諜 說你是軟對抗就是軟對抗 你今天 擺著這件事 如果今天 擺著這件事是李家超 你就不是軟對抗 你的全部是說你是就是 這種情況 你看到黎智英案件 絕大部分它講的事實 都是在國安法失效之前的事 他將它攬炒 就是用串謀 conspiracy 來將它攬炒所有的事 變成一個連續的罪行 全部將它和判托出 跟著以前幫過它的人 迫於無奈 也都要做一些重返證人 所以香港那裡是相當悲慘 在台灣那裡住的很多人 都因為家人的緣故 我相信在座都有各位 有一些家人的緣故 甚至自己的緣故 都要來回美國和香港兩地 每一次他們走以前 他們跟我說 桑寶 我要坐車了 去機場 我要回到一個籠裡面 每一次是這樣跟我說的 即是香港變成一個籠 變成一個大監獄 他都知道 他去到那裡什麼都不能說 香港可以做一些這樣的演講 或者做一些這樣的聚會 是沒有可能的事 絕對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我想是 今時今日珍惜我們手中有的自由 當然在美國是一個相當強大 偉大的國家 但是這個國家 沒有說別人創造了的自由民主制度 就是千秋萬代 我們享受 小確幸 這些就是所謂有社會觀 沒有國家觀的問題 即是有享受的權利 但是沒有盡責的義務 而這個義務是每一天 你的言論和你的行為裡面 都要為你自己的國家 可以捍衛到底 也都今天很感謝Charles 多謝程翔先生 因為他們兩位是 我很敬重的兩位人士 程翔算是我的前輩 以前我在香港 獨立平台人協會的時候 就是看到他的一些很多分析 也都就是昨天我和他吃午餐 也都彼此之間有很多交流 那麼我們希望呢 未來的日子裡面呢 就是很多樣東西 我們都聽聽程先生的一些分析 而且對於共產黨裡面的理解 其實我很同意是台灣人很缺乏的 深入了解共產黨的一些 他們的手法 和他們的真實的故事 如何去操作 所以我覺得很難得 多謝Charles 很辛苦的經營 Los Angeles Hong Kong Forum 是因為他的經營 和不知道他 有很多的同道們的經營 才可以將這個社群更加壯大 我也補充一句 其實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一句 藍綠伯在內部矛盾 台灣只有一個 美國都一樣 記住一件事 左右派是一個內部矛盾 美國只有一個 希望好好地守護好這個國家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多謝各位今天參與 這個洛杉磯香港論壇的座談會 是台灣大選而離散港人 那麼我們呢 有兩位嘉賓 一位是來自台灣的 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 桑浦 以及資深報仁程翔 我們今天呢 其實這個座談會都比較互動 以及比較 就是free flow 我們不會說 有一個特別的安排 流程是怎樣的 看這個 topic 看我們談的事情 而決定 如果各位有些什麼 想問的話 都可以隨時發問 當然我們講完大部分的事情之後 都會有很多時間給大家發問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講講 首先講講大選的情況 大選的陳埃樂定 民進黨的賴清德 就勝出賴清德和蕭美琴這個配搭 就代表民進黨贏了總統選舉 而在台灣立法院方面 我們就看到三黨不過半的情況 而現在立法院最大多數的黨 是變成了國民黨的 那這個就是那個情況 不過呢 在最深入再討論那個選舉的情況之前 或者桑浦可不可以跟我們那些 各位朋友 簡簡單單的講講 其實台灣的黨派情況 和這個大選 制度 和那些結果 我講一點點的情況給我們聽 好啊 那台灣大選的結果 大家也知道 我自己也是台灣的選民 因為我1997年的時候 已經是入籍 在中華民國台灣 基本上到現在都很多年了 那我on and off 由香港台灣兩邊都走了 那我在很多次選舉都有投票的 很多人說手頭逐多不多 很多 大家認識很多的評論人 填詞人 甚至很多你們認識的一些朋友 這次都是第一次投票 我看回香港的移民去到台灣來講 絕大部分的人 就是投什麼票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但是都知道 因為香港的移民 對於台灣政府 有一些政策上的不滿 導致他們 一人不投票 甚至是有其他的選擇 我們尊重每一個人不同的選擇 這個我們就絕對不會 comment這件事 這次的選舉 基本上我們要投三張票 一張是總統副總統票 總統副總統是綁在一起投的 基本上就是三組候選人 民進黨的就是賴清德、蕭美琴 國民黨就是侯友宜、趙小康 接著就是民眾黨的就是 柯文哲和胡仙賢、無心贏 吳欣營 所以就是柯文哲和吳欣營 吳欣營是新光太子女 其實存在的是什麼 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是曾經做過短暫的林偉 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政治人物 但是其他的基本上 是老牌的政治人物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三組候選裡面 我們不像法國這樣 要兩輪投票制 就不會說先投一票 不過半個的話 就選最高的兩組 日候選人再投一次票 就沒有這件事的 我們就基本上是一次過的 一次過的情況 賴清德團隊是拿到558萬票 如果你相對於2016年 蔡英文689萬票 和2020年817萬票來說 民進黨就是這一次 賴清德的選舉情況 是不如理想的 他只是拿到40.1%的支持 我記得2000年的時候 陳稅編的支持率是39% 當選一個所謂的小數選票 所當選的總統 但當然他是最多票的 第二名是侯友宜 這個數字是467萬票 這個情況是遠低於 在四年前 這個韓國瑜拿到 550萬票的情況 就是說 國民黨的基本盤 都補不到 這個情況 拿到的選票 百分比是33.5% 歐盟節是拿到 很出乎意料之外的 369萬票 即是佔26.5% 選前大概估計 20%左右 他拿到26.5%票 是相當出人意表的 這個一點 另外兩張票是什麼呢? 就是立法委員的選舉 台灣的立法院 即是我經常說的國會 國會其實是由這兩種人造成的 香港以前的立法會 就是由這個區域的 即是分區的直選 加上功能組別 現在大家都知道 三種的組合 完全沒有意思的 但是現在的台灣來講 就是兩種是有意義的 一個就是叫做 區域立委 每個區 即是全台灣分到73個選區 譬如我屬於單一個選區 我在那個地方 就投一票 那個選區會有一票當選 單二值單一票制 另外 就有原住民的保障名額 六席 那我沒有分投票的 那個就 另外還有幾十席的立委的選舉 是涉及到不分區的立委 不分區的立委 是相當多的人數在裡面的 我想看回 什麼是不分區 是正黨票 就是我要另一張選票 投其中的正黨 你可以投國民黨 可以投民進黨 可以投民眾黨 可以投基進黨 時代力量 或者其他叫麻雀最大黨 你自己看回就知道 很有趣的 什麼政黨都有 不可以投一票 基本上就是 投三票 再說一次 總統副總統一票 區域立委一票 以及不分區立委一票 全部的立法 院的議員 加上113席 原先是225 但90年代 就是國會 斬了一半去 就變成113席 是單數來的 接著就是 區域立委佔最多數 有政黨票 你問我 政黨票這個情況 當然有很多爭議 因為涉及到 放了很多 政黨屬意的 一些有爭議的人物 甚至台灣內部 有很多不同意見的人 導致到這個情況 要改變得很難 因為台灣如果要改這個選舉制度 涉及到修改憲法 修改憲法 要四分之三的 在籍議員的投票通過 再加上全民 過半數的選民 通過才可以改變到憲法 即是修改到憲法 事實上到 改國號 改國旗 改國歌 改領土 甚至改這些制度 任何的掀法 任何的事情 都要四分之三 加全民覆決 相當是困難的一點 但有幾個 有兩點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侯友宜拿到467萬票 是他自己總統的票數 但國民黨 拿到498萬票 是政黨票 換言之政黨票 還要高過後友 而拿到的選票 另外 柯文哲方面 拿到369萬票 但民眾黨 只得到304萬票 即是相差有65萬票 即是有人投柯P 柯文哲 但沒有投到民眾黨 為何會有這樣的現象 有很多種不同的傳測 可能在藍白之間 有這樣的流動 就算你問 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的情況 都是相當 有498萬票 就是剛剛說 後友宜 467萬票 國民黨是476萬票 都是政黨票 高過後友宜的票 民進黨 是拿到498萬正黨票 賴清德 會得到558萬票 換言之很多人 投賴清德 沒有投到民進黨 即是換言之 很多選民 是一個理性的抉擇 就是總統 無論如何都要保住大清德 但是他希望在立委方面 有分裂的投票的傾向 這是從數字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 大概就是這樣的制度 或者簡單介紹一下幾個主要政黨的政治光譜 我們知道有六刑 白刑 藍刑 六刑就是民進黨 白刑就是民眾黨 而藍刑就是國民黨 另外還有其他比較少數的政黨 有些政黨其實這次都是有票數 只不過就是不夠門檻 可以得到任何立委爾席 例如紀進黨等等 其實在政治光譜上面 那幾個政黨的分野是怎樣的呢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好 國民黨就是很清晰的 就是支持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什麼呢 就是承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這就是國民黨的說法 但是共產黨的說法就是叫做 我叫做四個四句話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這個中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屬於中國的部分 接著呢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就是整個共產黨的九二共識的論述 國民黨只是選了第一句和第三句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和台灣屬於中國的部分 就是偏偏不說中國是哪個中國 這是各自表述 接著也不支持一國兩制 那就是叫做沒有共識的九二共識 我覺得這件事大家都覺得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國民黨是用這樣想 希望打開和中國對話的一個天槍 當然 它現在沒有當選到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台灣的政治 政制是怎麼樣 就是會不會成為一個弱勢政府的問題 白營方面就是民眾黨 它說兩岸一家親 我經常說國民黨九二共識 就是講一國 兩岸一家親就講一家 那麼一國一家就是一個國家 最最後就是這個融入回 中共的大罪事裡面 你看到國台版 國台版就是相當於香港的港澳版 中聯版的角色 他們基本上大肆吹這兩個話 就是九二共識 兩岸一家親 當然是民眾黨的幾個重要的一些政策的想法 其實都是相當有問題 比如說希望在金門和廈門那裡 在一條大橋 國民黨和民眾黨都希望 重啟這個貨貨貿協議 就是用香港的術業來講 就是施爬 就是它想做這些融合發展的事情 這就是習近平和黃沪廷很想達成的一個目標 所以很多人就投票是因為抗中保台牌 或者叫反共保台牌 於是不希望投這個藍白一票 白營呢 我看到三個選前之夜的造勢 藍營的大部分都年紀大的人 六十歲以上的 一車車有牌 我們樹林、鷹哥、台中、桃園 還是台北哪個地方 就有了牌在那裡的 是有旅遊車去的 民眾黨的方面 有但是少些 大部分是中年人 大概都是四十多五十歲那種 接著到民眾黨 你會出奇多年輕人 就是大概十幾二十歲 十幾歲沒有選舉權 但是二十歲以上的選舉權 那二十歲一路到三十九歲之間 是佔著大多數的 稍後我會分析一下 這個現象代表的是什麼 發覺到 這個共產黨就是說 它是很希望民進黨能夠落選 它也希望民進黨比較親美 因為民進黨和美國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是比較密切 蕭美琴做中華民國台灣駐美大使 就是駐美的代表 他不是叫大使的代表 就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很多年了 也經營了相當好的人物關係 在跨黨派的支持 尤其在美國做這方面的事 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需要支持台灣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建議工作 而蔡英文執政八年 基本上沒有犯以前陳衰編的錯誤 因為陳衰編在最最後的時候 就是比較主張兩國論 當時小寶樹是很生氣的 當然現在蔡英文執政期間 就是經歷了兩任的美國總統 就是川普和現在的拜登 基本上可以看到 他都是堅持親美的路線 我想這一點是使得 台灣的 visibility 能見到國際大方二彩 你說到白營和藍營 他們和美國關係是否完全破局 也不是這樣 美國也不想介入台灣 這些所謂的不同的 partisan的政治入面 所以美國根本上是不會公開 跟你說我支持誰 不支持誰 同時白營和藍營都希望訪美 爭取美國支持 所以他們的想法就是親美和中 即是我們美中之間 有一種叫做動態平衡 這個既是國民黨的主張 也就是民眾黨的主張 但是他們說的是 國防靠美國 經濟靠中國的論點 無論他們兩個 還是郭台銘都相當支持 其實這件事情 各位是否真的可以呢? 首先台灣對於中國的外貿 跌到35% 是佔所有出口的35% 台灣對於中國的投資 佔台灣投資全世界11% 再不要說農魚產品 就是剛剛你看到這些 畫上面這些這樣的水果 其實出口去中國的 只是佔11% 所以經濟靠中國 既不是事實 也沒有這樣的需要 那麼在這麼多年來 蔡英文新南向政策之下 就變成了走向一個海洋國家 希望台灣能夠和自由世界站在一起 但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我們不可以說它完全是和共產黨 一致地去想一下 但是他們擺的姿態就是 中美之間的動態平衡 事實上他們內部被共產黨滲透 甚至控制的人 就分分鐘有人在裡面 但是雖然是這樣 他們最後的選舉 最後的階段 我看到馬英交叫出一句句子 就是在兩岸關係問題上 必須支持習近平 必須聽從習近平的話 那麼這種說法 是激起很大的反響 即使在國民黨裡面 雖然侯友宜也說他的說法和我無關 最後的選前之役也不找他去 這一點是表面上做的切割 但事實上馬英九這個系統 已經代表了國民黨 某一種勢力的支持 其實國民黨有本土掛 也有所謂的外省掛 外省掛裡面也有相當分歧的情況 其實趙小康是一個不屬於根證描欄 因為他曾經背叛過國民黨一段時間 即是稍為了解政治 你也知道 所以基本上這一次外省掛的情況 是拿不到侯友宜的心 但侯友宜就算是這樣 他是否本省掛的人支持他 也可以呢? 也出現了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裡面的左右做人難 也跟中國美國關係 不知道怎樣可以做到親美和中 所以這一點就是他們的說辭 但事實上比很多 包括我在內的某一些人 都會認為 他是不是走一條比較靠近中國的路線 這個就是我們非常感到憂慮的一點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似乎中美在這次選舉 雖然就沒有 美國當然沒有出面表態 而中國就有一點點了 但是背後可能大家都有不少的動作 我相信 如果說到這裡 我們也看到其實藍、白方面 兩個派系其實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他們也嘗試曾經走在一起 但是又搞不定 似乎中間可能有中共的手在干預 或者你一陣子可以說說 不過我們給一點時間 程翔說說 因為程翔也有關注台灣大選 他對中共滲透的認知很深 或者你可不可以說說一些你看到的事情 今次大選看到中共在台灣有什麼手腳呢 首先我想說說就是 我以前曾經有幾年時間是駐台灣 但是現在已經是退休很多年了 就是這個對台灣事務的關注 都是留於葉如愛好色的 就是不像森寶那樣很專業的 他對台灣正情的分析 我想略略說一下就是 我怎麼看現在三黨的情況 很多時候 馬兄九選前那番說話 我相信全世界很多人都是在罵他 就是特別是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都會去罵他 唯獨呢 我相信我所知 北京非常歡喜 看成這個是他們多年來 對台灣統戰的一大成就 那這個東西就是 出乎我們的意料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馬兄九這樣說 就是累死這個國民黨 但是從北京的看法來講 正 這個是他們多年對台統戰的一大成就 那好了 你這次看就是 就是說 這個 他們想要的結果 就是藍白核 就是失敗 但是他們的看法不同 他們的看法就是 台灣反對這個 台獨的勢力還是佔優勢 因為為什麼呢 藍白核加上來呢 那個票數呢 是大過這個 大過60幾% 60% 民進黨 只是拿了40%的票 那就是他們呢 都認為呢 南白如果合得到的話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打敗了 這個民進黨 所以他們認為他們的結論 我們就說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民進黨 就是贏了 但是他們 有他們的分析 他們認為呢 就是在台灣 反對民進黨的力量 都仍是佔主流 那這件事情呢 他們覺得仍是大有可為 因為這個 這個 他們的看法呢 我是選後呢 和一個 接近北京的朋友 大家談一下 了解到他們的看法 第一 第一 馬英九這句說話 是他們 就是多年來 統戰台灣的一個 得來不易的成果 第二 台灣的 反毒的力量 都仍是大過這個 毒的力量 那他們 就一點都沒有洩氣 他們今後還要繼續努力 不知道他們會 努力的方向會怎麼樣 那 所以 北京分析的角度 和我們是不同的 就是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好了 這個 在這樣的格局之下 就是 這個 民進黨 對不起 民眾黨 民眾黨 兩個字 好 白營 白營 白營的中國政策 是 一廂情願 就是ORB提出的 五個互相 就是互相接觸 互相量解 互相什麼什麼 是完全 我個人認為 完全是沒有政治智慧 當然這個是 北京支持他的原因 因為他提出 兩岸一家親 有五個互相 但是我覺得 在實踐起來的時候 顯示他完全不知道共產黨的做事方式和策略 這個 我可以再講 再講 國民黨 國民黨 這次 我覺得 馬英九對國民黨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雖然在北京的角度 是他們統戰的成功 但是 刻刻 馬英九講他這個說話之後 我相信 國民黨 就是 在 這個 島內的地位 會 進一步下降 雖然現在 國會 他是變成大黨 但是 他這個說話 在島內 是太不得人心 所以 我不知道 他今後 可以怎樣發展 好了 民進黨 這次 嚴格來說 是 慘勝 輸得很勉強 輸得很勉強 你不要從他 最高空馬 蔡英雲 上一屆的選票 得票率 差了十七個百分點 就是 得票率 差了十七個百分點 這個是他們 這十年 過去十年執政的 一個 嚴重的創傷 國會 也都是 輸了那個議席 就是 好像被國民黨 輸了兩席 好像是 那 這次 就是 如果 當初 南白俠島的話 他就要 所以 這次 就是 贏得很慘 慘勝 那 今後來講 怎樣呢 我只覺得 在 他第三次 執政 的時候 我覺得 首先 他要 好好研究一下 為什麼 他這次 贏得這麼辛苦 慘勝 險勝 當然 有很多 他的內部問題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那個 權力腐蝕的問題 當你可以長期執政的時候 似乎擺脫不了 權力腐蝕的規律 這次 你譬如說 賴清德 都被人查出很多 那些 在他老家裡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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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地 找一下 阿桑普他去介紹一下 那就是 就是 少不免的 就是權力腐蝕 絕對權力 絕對腐蝕 所以他第三輪執政呢 是會 有一個誘因 使他們 會進一步去 受到權力腐蝕的影響 那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 要向他們提出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中谷 另外呢 我覺得呢 就是 民進黨呢 是 缺乏一個大的格局 就是他看不到 他一直來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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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 他的說法 都是完全沒有一個 就是 國際的視野 其實賴清德出來的時候 就是賴清德出來選的時候呢 我對他的看法呢 是 是 不看好 但是當 蕭美琴 跟他搭檔的時候呢 那我就 那時候我就 已經覺得 他們贏了 因為 賴清德那個 缺乏 國際視野 那個 那個缺口呢 就剛剛 就被蕭美琴呢 是補足了 使得呢 就是他 兩個人擺出來呢 是有一個 似無似樣的搭檔 如果沒有蕭美琴的 input呢 我覺得賴清德呢 是很難贏的 為什麼呢 就因為賴清德呢 就是 亡子不辭人軍 說他難聽的話 就是沒有一個這樣的格局 那我就覺得就是 因為以前我都在台灣工作的時候 我都適合賴清德的 就是他 他不impress我 一點都不impress我 那我覺得呢 今天台灣呢 是要擺正他自己 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就是 雖然你台灣 表面上看 是一個 小島國 就是 這個 沽源 這個 這個東海 但是呢 他應該看到呢 台灣 在整個 國際 反極權 這個陣營裡面呢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橋頭堡 它這個橋頭堡的作用呢 是 大家都很清楚 你從軍事的角度來講 它是 就是 就是 所謂不陳的航空母艦 它是鎖住 鎖住 中共那種 極權擴散的一個 很重要的橋頭堡 台灣一定要看到自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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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一定要看到自己 在科技上的 成就呢 已經是 是 可以處於一個 可以左右 譬如 芯片 工程 這些 的 龍頭地位 而這件事呢 是 它多年來 努力的結果 那 所以呢 你如果是 特別在華人 華人社會 當然 台灣人 會不會當自己是華 華 這件事 我們不會管 但是 畢竟從血緣上來講 都是 華人社會 都是 講中文 寫中文字的 在華人社會裡面呢 台灣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 華人 也可以搞民主 中共 一直來拒絕這個 民主呢 這個 理據呢 就是說 民主是西方的東西 就是不適合中國 中國不需要民主 中國人 沒有這個 民主的傳統 民主的質素 但是現在呢 台灣的 成功地 民主化呢 對中共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 衝擊 台灣之所以 不喜歡 有台灣 中共之所以 要消滅台灣呢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就是這個 有台灣在這裡 就很凸顯中共的 那種 那種 暴政 就是先不要說 那個 那個 國統的問題 就是 是不是正統 或者 或者 輸出的問題 但是呢 台灣的存在 就對全世界的華人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 例證 證明中共的那些說詞 全部都是 是廢的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說 台灣應該是有一個 這樣的 大的格局 看到自己 雖然 是 好像是沽原 海上的一個小島 但是它是牽動到全世界 牽動到 就是自由和民 和極權的一個 一個 鬥爭的前線 是華人社會民主化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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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燈 那 如果有一個 這樣的大格局的時候呢 就是再來 定位 它那個 整個台灣 在國際上的路線 在兩岸的路線 我覺得 這個才能夠 能夠 就是 令到 令到台灣走出自己的 的道路 有沒有什麼補充 是 都順帶補充一下 就是我聽完程生的說法 我都 就是看得到這次的民進黨的敗選 有很多是值得深切檢討的 不過 在講這個之前呢 我想有三句說話 跟大家講講 第一句話 就是說 藍白綠 始終是叫做 台灣內部矛盾 紅色 與到反紅色 共產黨與到反共 是真正的敵我矛盾 就是用這個 共產黨的術語來講 這句話 誰跟我說的呢 就是我一直在台灣 一般搭檔明居正教授 大家有沒有聽過他的節目呢 他一直跟我強調這一點 當然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 就是我們 當然我們對 我對國民黨 對民眾黨 甚至民進黨都有批評 就是我成為一個 就是intellectual 或者commentator 我們不是依附 在某一個政黨那裡去生活的 我們要有獨立的精神 自由的意志去處理問題 那你當然三個政黨 我會投誰我肯定可以 以正自然跟大家講 我投一個民進黨的 OK 那但是投民進黨的話 投賴清德 是不是代表說 就是我是100% whole hearted支持他呢 我經常說民主是一個 在三個都不完美 三個都有問題的 選項裡面 選一個沒有那麼壞的選擇 這個是我們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不要做粉 不要做粉絲 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做偶像 去崇拜這些東西 也都違反基督宗教 基本的精神 而同時你看到 外部矛盾 和敵案矛盾 你看到 如果不涉及一些 共產黨的因素 滲透因素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說 就看看哪一個 就是基本上 說得有道理 也都不需要說 說得有道理的 要剷除那個沒有道理的 不需要這樣的處理 但是我會認為 對共產黨的滲透 統戰 分化 首先要去很清晰的形式 待會我們後面半部 會說到這一點 第二句話 我經常說的就是 究竟你要將反台獨 視為第一優先 還是要反對吞併 反對統一 視為第一優先 這個就是我們最關鍵的一點 為什麼馬英九 他成為一個長期的國民黨員 腦筋主不過來呢 因為長期有一幫國民黨員 他們認為 反獨立是優先於一切 台獨是他們的眼中釘 接著他覺得這件事是優先於 反統一 反紅統 反吞併 反侵略 這一點呢 就令人家相當可惜 你問他是不是支持 一國論就說不支持 是不是支持中共統一他 他也不支持 但是呢 優先就先要 將台獨實力壓下去 所以先說 在兩韓關係中 你必須相信習近平 其實他背後的 脈絡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一句話 是他身心的 也都有共產黨的影響裡面 大家可以去猜招了 但是他一定有後面的一套想法 才做成這樣 所以你的優次的次序 這樣搞亂了的話 就很大問題 大家睜開眼睛看看我 我沒有穿沒有爛 從香港去到台灣 從香港來到美國 這次三個禮拜時間 我也覺得 大家知道台灣是肯定 跟中國共產黨無關的 我才在那個地方 安居樂業這麼久 是不是 我也不需要交中國共產黨的任何的稅 也不需要接受他任何證書 任何的執照去執業 所以我們看看 事實上 台灣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已經是獨立的國家 毫無疑問的 如果有反對這一點 我就覺得是活在平衡時空 我活在今夕何夕 另外我們最重要的是 反統一 反紅統 反侵略 一定是優先於反台獨 因為台獨 是一個2350萬人的抉擇問題 涉及到修憲、制憲等的問題 是台灣內部可以談的一個選項 但並不是說 今時今日 你為了反對這件事 你不知道自己 對自己自由民主人權 最大的挑戰就是共產黨 再錯各位 如果是2019年之後來的 或者不是來 是之前已經來到 但是經歷過2019年各個事件的 你就知道香港最大的挑戰是怎樣 第三句話很重要的 就是美國和中國觀察台灣的重點 根本不在於台獨與否 而是在於親美與否 這個說話是很重要的 即今日我們看台灣 共產黨看台灣 美國看台灣 並不是你主張獨立 這件事只是談知 拿來講的 所以當那些國台版的官員 不斷說 反獨勢力佔優勢 全部都拿來講的 真正的事情 就是他看這個政權 是親美還是親中共 這就是唯一的判斷標準 很多的理解 就以為台灣行 經過這個選舉 反獨勢力佔優勢 錯得離譜 跟客觀事實 完全不是這樣 你只要問問 藍營部份的年輕人 我都知道有一部份 有一些三十幾歲的 我認識國民黨籍的年輕人 他們是反對狗義共識的 他們是反對 跟中國共產黨有夠密切接觸的 但他們不是國民黨的主流 白營裡面 絕大部份年輕人 是淺綠出身的 而且他們沒有改變到 他們原先的立場 只不過是覺得 藍綠一樣難 換人做做漢 他們覺得兩個 一個就是 舊權威國民黨 一個就是 新權威民進黨 兩個都是難 比如說 一個年輕人 拿最低工資 一個月 28,000元台幣 相當於 6,500元港幣 一個月 收入 可能開Uber Foot Panda 好了 開完之後 他住了一座樓 台北 很簡單的一座樓 六坪 大概200呎 200呎 一個單位 進去看見那張床 看見那張桌 旁邊就是廁所的馬桶 就是這麼多 那你就要交 15,000元租 28,000元 你交15,000元租 吃飯 吃得便宜 一個月只有6,000元台幣 例如 交通費 買台灣TPass 1,200元 只剩下你買衣服 如果你要有健保 更好些 要交健保費 還沒計算扣稅 還要交稅 你扣扣賣賣 結果根本上沒有錢花 好了 民進黨上台8年 他們覺得 民進黨有個承諾 給他們改善他們生活 沒有 大家知道 以前黑林頓有個說話 叫做 Stupid Desk Economy 就是說 經濟是最重要的東西 低薪 高房價 高物價 台灣現在的樓 根本上現在 價格台北 追得住香港 拉動新北 桃園 一直不斷炒上去 這個和香港人 過去炒樓 無關係 是和台灣經濟好有關 但是經濟好 是台積電 新竹的一些高科技產業好 一般年輕人感覺不到 當蔡英文一直說 自己GDP升了幾百分 他覺得沒有感覺 這個再加上 有很多的 我經常覺得 有些政策 是有時候 推動得太猛 而涉及到地方的問題 例如我舉個例子 在屏東 我和我朋友見過一些 風力發電的機 和太陽能發電的機 就是叫做綠能 它要做非核家園 又不要核子 日電 又不要煤電 又不要石油 只要綠色的能源 可能有個計劃 2050年達標 好 你要這樣大幹快想 計劃經濟的話 結果是甚麼呢 那些太陽能板 個個就是找農民幫忙 千份藥 這份藥 寫得不清不楚 五年租一個地方 裝太陽能板 裝完五年 不拆 農民說 租你五年了 你走了 條款裏面有個規定 就是五年之後 土地的權益 和有關條款 另以 另外協議 農民就說 你打官司 你慢慢打 你又沒有錢打 所以很多人 是對政權有不滿的 再加上權貴當道那麼久 任何的政權 任何白書說話 這些政黨 你當權八年 肯定樹大根深 很多工營 工股的企業裏面 分贓的問題 這個問題 是哪個政黨執政都一樣 現在再給他四年 十二年 當然這個問題 會不會繼續呢 都很值得關注 現在我們看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 反毒的勢力 是否佔優勢呢 其實不是 白營很多朋友 其實對於獨立是很堅持的 他們只是討厭民進黨 他們不覺得民進黨是他們的選擇 所以導致這種方法崩崩壞 不過共產黨這樣想 只有他們這樣想 我都免得批評他 肯定共產黨對於台灣的統戰 滲透的加劇 因為他會覺得反毒勢力 佔優勢 於是大舉 他們叫做什麼呢 不要由上而下 要點點滴滴去做這件事 叫做殺鬥成兵式去處理問題 怎樣殺鬥成兵式呢 我想是有一個關鍵的地方 就是說 我聽聞有個說法 就是民眾黨白營 希望 柯文哲 希望派出小草去作為戰略 去選全國6500多個村里長 什麼叫小草呢 小春2015、2016年的時候 大家關注一下中國的新聞 就知道在微博抖音裡 有一班的年輕人 就拿著一支膠造的小草 插在頭上 那些這樣的做法 就是我們要有獨立的思考 我們要奔向光明 其實最後就是奔向黨 千萬不要以為它是獨立思考 這種說法就是 大家要有一個堅定的信念 不要讓一些旁邊左道 那些惡劣的勢力 黑惡勢力去左右自己 就有正思明辨 正思明辨就是火火紅心向太陽 這就是共產黨的宣傳 好了 去年12月 2023年12月開始 就是台灣興起一陣的小草運動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台灣年輕人 用抖音和小紅書的比率 我不可以百分百 都八九成 八九成是用小紅書和抖音 結果是什麼呢 大家不知道在座 就是我們這把年紀 就可能沒有用過很多時候看抖音 但有時看Facebook 有時看Shorts Youtube也有Shorts Reels 都要退出來的 我不知道看完有什麼看法 那些慢性的叫做 腦殘色的洗腦方法 這種是慢性的洗腦 就是看一些音樂 台灣最近流行的科目衫 就是跳那些畫 跳那些畫 跳那些舞腳在那邊震 手在那邊動 覺得很過癮 其實最後就是 你花很多時間裏面 是被那些音樂和那些影像吹迷 而對你 對於真善美的基本的知識 是沒有幫助的 即是他不需要你成長的 那當然了 我們以前 香港也有很多人打機 拿著手機去打 以前我小時候 任天堂 再小時候 看一些卡通片 都在玩 但是記住 當時沒有那些手機的干擾 你也要讀書的 是不是 拿著那本書來讀的 甚至你也要去看報紙 拍了一份報紙來看 現在這些小孩子沒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看一句話 兩句話 累了 不看了 寫兩段東西 寫那麼多 不看了 你寫一千字 寫那麼長 一萬字 不如你出書 就這樣去野餘你 即是他對於一些 比較有系統的知識 包括歷史的 哲學的 即是文史哲 甚至是素理化的東西 都是學校教他什麼 他就不住做 但是你外面的 他只有興趣在一些 短時間光影 吸引他接觸的東西 沒有那種吸引 就不玩 為什麼K-pop這麼流行 為什麼他們這麼厲害 你留意一下 就是他可以在五秒鐘 十秒鐘 吸引你的注意力 然後可以在五秒鐘 十秒鐘之後 退 即是換言之 你集中的精神 只有三十秒時間 而這樣已經夠了 因為不斷播這些影片 他不需要日日宣傳共產黨 當然也有影片 在最生氣的地方 宣傳一下共產黨 講一下統一多麼好 獨立多麼壞 那些東西 那這些這樣的做法 你會看到 譬如抖音 他海外版就是TikTok 他的資訊操弄 台灣總統的政黨討論很嚴重 抖音 挺柯文哲的 是遠高於另外兩位候選人的四倍的 影片的數目 接著 還有76%的影片 是挺柯文哲的 即是我們不入這個虎穴 就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好了 台灣還有一個買版 那個人叫做什麼名字 吳春成 民眾黨 白營 不分區立委 排第四名 這次當選的 他開了一間公司 叫戰國策 戰國策 下面的子公司 叫做信律顧問 這個信律顧問 就是抖音 在台灣的窗口 基本上是把所有的負責放的 即是他開了一間公司 做中國共產黨 TikTok海外版 TikTok在台灣的窗口 去輸送出來的 也因為吳春成 他上了不分區 那以後柯文哲會否重用他 還是權神 棄之可也 那可要這樣 就不知道了 所以這個情況 未來會是一個 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 好了 抖音有這樣的情況 他洗腦 那小草什麼關係 原來12月的小草運動 就是他們這樣撲起來的 那些小草 每個人都說 不要藍 不要綠 他不會叫你投白 藍和綠都是差的 就可以了 接著放你出去 只說那個文哲 那你就投給他 他沒有跟你吹嘘任何事情 接著選完之後 對了 怎樣呢 小草識別證 有一張 一張卡片的東西 一個相 就是你的相 你的名字 還有一個小草揮號 那每一個小學 初中 高中 那些人呢 就很喜歡這種證書的 但記著這幫人不是選民 你說干預選舉 你說不到他們不是選民 但是未來的選民 就影響這幫小孩子 去做這件事 我記得有一位台灣的記者朋友 他跟我說過他的小孩 因為很小的小孩 大概是小學六年級 不是很小的 小學六年級 那他班上的同學 全部都看抖音 小紅書 包括班主任 也是 你不要以為 教中學的班主任 是豁免於百贏之外 他們也是 好了 看完之後 他們就問 大家要不要兩岸和平 要 據手搖 是不是打仗不好 是不好 那問這個問題 如果打仗我們怎麼辦 就算了 七成的學生 支持投降的 他們覺得 你真是邏輯 你要和平 你不要打仗 人家要打仗 你投降就是和平 那幫人是 不斷地被灌輸 這樣的觀念給你 之後用一種 他們不是衰靜 是投降 他們認為投降是好的 然後那個小孩 怎麼會這樣 每個人都舉手 告訴媽媽媽 媽媽才害怕 然後老師也不引導 那幫學生怎麼做 投降 他覺得投降是維持和平的方法 統一 有他統一 這個是人民的選擇 歷史的選擇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處理問題的話 我覺得是很可悲的 那你說這個不是普遍現象呢 我覺得是沒有那麼可悲的 就是給大家一個例子 給大家提到 有些岩細巴在擴散著 跟著這個小草之別 就是柯文哲華 跟他無關 我告訴你 的確無關 我可以肯定 我告訴你這個 跟共產黨後面的操作有關 選舉之後 炒作有所謂的 選舉無辟議題 但選舉無辟議題 其實說真的 是小瑕疵 不影響大局的小的 那些沒有閉路 沒有關係 然後用小草 來做牽動 還有一個不在籍投票 這個才可以 那台灣的選舉 一向我會覺得 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選舉 因為4點鐘 8點到4點投票 大概7點鐘 你會知道結果 為什麼這麼快呢 因為這個投票站立即開票 拿一塊黑板或白板 通常是黑板 那就是畫政治的 一張選票 他讀完 之後調回到量票 給台下的所有人看 各黨派代表和人數 去攝影著 就好像錄影機拍著 好 這個投給安文哲 安文哲是一個 這個投給侯友誼的 這個畫一個 那很快就開完 立即報票 以及報多少 立即傳到選舉中心 各個傳媒有自己的計票方式 接著中一選的中心 通常是慢一點 通常都是這樣 慢一點 但基本上都是7點多鐘 基本上八九成的選票 都已經開了出來 而這件事是 票票都要投票 沒有海外投票這個問題 那當然了 你說大部份的民主國家 都有海外投票 甚至尤其投票的問題 的一種制度 台灣是沒有的 沒有的 好處是什麼呢 很多問題就不會產生 那現在有一幫人介紹什麼呢 你可以在 不是自己戶籍的地方投票 我就說如果今時今日 如果是台灣國境之外的 譬如說你今天 在屏東出差 或者你屏東住 你的戶籍似在台北 你趕回去也很麻煩 於是你趕去金門很麻煩 班機爆了 那我認為有一些 涉及到 譬如不分區 立委區域 立委甚至無理那些 總統的選票 我覺得我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但今天這幫人 尤其是民眾黨和國民黨 現在是 合起來會過半 那我等一下講一下 合起來會過半 如果他們推不在席 他們推得到的 推得到的情況 推得成功的 推得成功的 那推得成功的意思是什麼呢 在中國的人可以去投票 在美國的台灣人可以去投票 我最擔心就是 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可以去投票 但問題 我就問大家一個問題 一個常識問題 當你將那些選票 郵寄去廈門 廣州 上海北京的時候 你覺得可以出到關 對嗎 因為上面寫著什麼 中華民國 總統副總統選舉 你要劃票 你可不可以這樣給他們投票呢 所以我說這幫人 他有沒有老的呢 或者他有沒有想清楚 這件事操作得到嗎 而且他要這樣操作 結果會非常悲慘的 就是說 牽涉到相當多的問題會出現 那我就覺得就是這個問題 還有三黨不過半 是不是這麼可怕呢 剛剛講過 補一補個數字給大家聽 國民黨的票數是52席 如果加上無黨席 那兩席 其實高金素媒和陳超明 兩個都是藍營的 加上54席 民進黨是51席 相差3席 然後兩個都不過半 因為剛剛講113席 基本上要57席才過半 簡單數學了 二分之一 五十四和五十一都不過57席 然後民眾黨 即是白營 他拿到八席 記住他分區立委 一直都拿不到 但是他在不分區裏面 因為他有政黨票 他拿到八席 這八席 結果就是他說 他是左右大局 各位 台灣你要知道一個基本事情 就是他們很多人說 炒書前 就是說大家 關上房門 聊天 因為是 用廣東話說 就是出碰它 拆碰它 那就是 台灣的僑事情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藍和陸有很多事情可以這樣說 我想在二千年 很多年裡面都這樣做 除非你牽涉到一些 兩岸政策 國際政策 那這些可能站得很硬 但是一到一些 民生 基建問題 你讓我這個 我讓你這個 是會出現 他們並不是去到一種 打架的地步 即那個情況不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這個所謂關鍵小數 這件事 可能是 空的多於事實 如果我問回 實際上的情境 我所知道的 就是 基本上藍綠 都不想和白合作 那麼最後 會不會韓國瑜 成為院長 有可能 但是我說即使有做院長 大家知道 就讓他做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你會賴清德 其實他應該有一個魄力 我認為 李登輝當時的魄力很大 就是叫做國事會議 而今天你要用人民的力量 協助改革民進黨 他有這樣的魄力 紅心壯志 那個國家局就會大 就不要經常以為 藍白一起和他搞對抗 接著他要撐下去 不是 你要將人民的呼聲 講出來 1990年 當時有野白俠學運 是台灣的非常重要的民主運動 1989年有六四 在中國、北京、屠城 接著1990年 在台灣有野白俠學運 接著在90年的6月28日 就召開了國事會議在玄山飯店 是李登輝主動召開的 通過的主要綱領就是 廢除、動員、堪斷時期、臨時條款 就回歸憲法 終結萬年國代 國會全面改選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點 接著通過以後憲法修正 要用憲法增修條文去處理 接著1996年的時候 都是李登輝執政 有一個所謂的 就是國家發展會議 也是第二次的國事會議 這個國事會議 基本上通過了公刑市、民營化 以及洞省 就是宋楚瑜的台灣省 凍結了 這兩個基本上是很重要的 憲政改革 後來蔡英文開過兩次 但是爭議性很大 一次是說年金改革 一次是說司法改革 這次賴清德 是不是有一些事情 面對低薪、高房價、高物價問題 要和年輕人 全部的樹民階層去共議呢 因為現在 我們經常說 現在這奧文治的地方 就是吹起了民粹主義 populism 他們用這種方式 來講什麼的道理呢 用民粹主義 去搞樹民 對精英的對抗 用共產黨的所謂來講 就是階級鬥爭 接著希望 將精英打倒 去徹底改變低薪、高房價、高物價的問題 你說人是不是有這樣的感性 非理性的情況 有 就有369萬條碼 他們沒有提出任何什麼正面的政策 不需要的 他們只要說 兩外一家親 大家什麼都談好它 藍綠一樣爛 換人造造漢就搞定了 他們不需要有脊椎在裡面 他們需要的東西 就是需要將兩個地方揭批 然後批判就可以 所以這種風潮 會一段時間高漲 但是他們會有分裂的時刻 也會有低潮的時刻 但是民障黨 我先不去玩這部棋 就在考驗賴清德的智慧 我的期待就是 希望過得好些 但是大家知道 民進黨執政這麼多年 始終我都很擔心 如果單一的本土政黨 變成就是說 每次都要含淚投票的話 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會成功 萬一有個候選人 他會有貪腐醜物 或者有什麼情況的時候 問題相當大 所以我說台灣未來的危機是存在 我經常說 打台灣 就是共產黨對台灣 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買台灣不如騙台灣 騙台灣不如嚇台灣 為什麼呢 打 美國會支援的 日本會幫拖的 風險太高 萬一玩了 豬的木企 偷雞不掉洩飽米 習近平或者獨裁者 下台都像 好了 不如買台灣 今天找些裝腳 鐘廟系統 繼續做一些收買的行徑 藍白的一些線人去做事 好了 接著騙台灣就是什麼 買不到 錢不夠 中國經濟差 騙 騙是最重要 不如動腦筋 想辦法 想辦法 如果騙都騙不到 被你拆穿了 譬如我們今天拆穿了 那就嚇了 靠嚇 嚇怕 不要打仗 於是用這個方式 修正投降的力量就會出現 這些東西像不像香港 很多經歷和我們香港面對的情況很類似 所以我經常覺得 我們對於共產黨千萬不要有任何的期待在一邊 他叫做什麼呢 恩海光講過 叫做一多常變 就是說目的是一 手段是多 本質是常 形態就是變 這是共產黨 當他自己不行的時候 韜光養晦 裝狗 裝死魚也可以 當他強的時候 他致命強的時候 哇 戰狼 張牙毛爪 射三個人 去到倫敦那裡 對著Dr.K 一直是指指麻麻 拿著這些東西 但是當你兇的時候 他就不出聲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幾個牌 你拿著維尼熊 他會再挑釁Dr.K 不會 民意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就說 對付共產黨 記住要團結一致 一致對外 這個很重要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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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付共產黨 對付共產黨 我覺得 首先台灣現在 我很擔心 有兩種趨勢 一種就是 是投降主義 以馬英九為代表的 投降主義 馬英九 黑人爭 例如不止今次 講這句話 他兩三年前 他講過那句話 首戰即中戰 你作為 曾經的國家領導人 曾經的三軍領導 三軍統帥 在都未開戰的時候 你就已經說 首戰即中戰 那你至三軍 那個士氣於何地呢 這個失敗 這個投降主義 是以馬英九為代表的 一個很傷的 對台灣的安全來講 是一個很傷的事情 他的一個智囊 蘇喜 他有一次 在台灣召開一個研討會的時候 將研討會叫做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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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忘記了 那個研討會的名字 本身要黑人爭 台灣不安全研討會 就是 開一個研討會 我當時看完這個議題 這個主題之後 我說有沒有搞錯 人家開研討會 就是討論台灣安全 如何增加台灣的安全 他的研討會的名字 竟然是台灣不安全研討會 所以國民黨 就是以馬英九 蘇喜為代表的這一群人 是尼蠻住一種很嚴重的投降主義 第二個 很令人擔心的就是那種衰靜主義 衰靜主義 典型的想法就是 就是我不會尿他 他就不會來打我 就是這件事情就是很糟 就是 OB那個 五個互相 就是很代表這種衰靜主義 就是衰靜主義的核心 那個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看不到那個對手 那個凶狠 看不到對手那個動機 就以為呢 是用一種 就是 你好我好 大家 大家談到他的 的辦法去解決 對手要吞你的問題 所以這種衰靜主義呢 再加上呢 有一種 就是小確幸的想法 那 很多老百姓有小確幸的想法呢 就是我們 我都好講 就是 但是呢 作為政治人物 都公開提倡這種小確幸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麻痺著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老百姓 對 對 前景潛在的 威脅呢 是完全是 是 是麻木 所以我總是覺得呢 台灣人 現在呢 是需要 盡快 盡量去建立一種深防 你國防有了 當然國防打不打得不知道啊 或者經常有些 軍事上的漏洞出現 但是起碼 我們看到呢 在表現上看呢 台灣是有增加它的國防 有美國 有日本 是 所謂的 承擔它 協防它 但是台灣最缺陷的就是這種深防 就是民眾 那個 決心要抵抗 這個 中共的侵略 這種這樣的深防呢 是極之缺乏 所以 最近看到 曹成興 董事長 他捐了一億美金出來呢 就是想去建立這種深防 但是這種這樣的深防建設呢 不應該是一個私人 銀河包出來做的嘛 這應該是國家去做的嘛 你國家 你完全不去進行這種建設的時候呢 萬一打氣仗上來就 怎麼辦呢 老百姓會 就是 束手不及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 會招來很大的災難 所以 怎麼樣 好像曹成興董事長那樣 就是能夠 在台灣牽起一股深防建設的力量 我覺得現在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就是說 對共產黨呢 我覺得是台灣人呢 是要認真加深對共產黨的形勢 為什麼我有這麼說這個想法呢 兩年前 兩三年前 2019年 習近平已經公開講 就是他在紀念這個 《葉九條》的時候 已經提出了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麼他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當時還沒有人去傳釋他這句話 後來就有些人出來傳釋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呢 就是北平無色 就是用北平無色呢 來這個 使用台灣呢 就是和平統一 那當時來講呢 大家都知道 北平無色實際上就是 我們就是軍事圍攻的壓力 然後呢 在北平 現在北京呢 當時叫北平 在北平呢 附作而身邊呢 就建立一個 內應的力量 那所以 那所以 北平無色的最核心 都不是軍事 就是在島內 建立一個 裏應外合 那個外應的力量 那所以呢 當時來講呢 就是當他已經講到明 是用北平無色 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時候呢 我發覺 令我很害怕 駐外的台灣的朋友呢 都不知道什麼叫北平無色 有些台灣的朋友呢 都走來問我 就是 那個北平無色是怎麼樣 那這件事呢 就反映了 就是那個 那個 對中共那個 了解呢 是非常之缺乏 那所以我覺得呢 現在呢 台灣外部呢 真的要加強 對你的對手的認識 那 你看回歷史呢 你不能夠不佩服共產黨的一些做法 毛澤東要求 他的解決軍那些將領呢 是要對你的對手 認識 互聯網時代這個已經是 都有 但是已經是落後了 互聯網時代呢 那個叫做認知戰 他直接用很多AI的技術呢 去爆發你的民眾 使民眾無時無刻不接受他的影響 這個時候 譬如說 靠媒體去做宣傳的時候呢 很容易 你不喜歡共產黨的話 你就不去看中國時報 或者聯合部 或者聯合部 你會看什麼自立啊那些 但是現在已經不到你 不到你有這個選擇了 因為AI的功能呢 已經是無孔不入 大選之後呢 17號 就是上個禮拜 台灣有三個團體呢 就是專門研究 中共在大選期間 或者在大選前一年 一直到大選期間 他怎樣運用他那些 就是最新的AI技術呢 去影響台灣的選情 分析得很清楚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找回那些資料來看 他現在宣傳 宣傳都是做的 但是已經不是靠傳統的報紙啊 電台啊 這個 電視啊這樣 已經是靠 這個 無所不在的互聯網的訊息 TikTok啊 這些小紅書啊 這些是深入 貫徹到每一個人身上 所以這個新的變化呢 大家要注意的 第三個統戰 中共現在對台灣的統戰呢 是深入到什麼程度呢 是提出配對 怎樣才會配對呢 上海負責做台北的工作 福建 負責做台灣哪個縣 哪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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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將整個台灣 那些 那些直轄市 和那些縣呢 是分配給大陸的各個縣 每一個縣就擲成他呢 就是要 資源上或者政策上是怎樣做那個院的工作 現在這種統戰手法 已經跟過去又是很不同了 即是幾乎是用人釘人 一個省釘著一個院 中國就是四川省釘著某個院 他有一個很詳細的配對的名單出來了 所以台灣面臨的統戰的威脅 是前所未有 我自己覺得 這些事情都是需要台灣加強去瞭解 還有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是中共起家的一些很看家本領 工運 農運 學運 大家忘記 還有就是匪運 什麼叫匪運呢? 匪是匪徒的匪 就是說中共要動員各類社會力量來幫助它的時候 它是會連黑社會都動員起來的 匪運這個名詞 當你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它就嚇到鏡頭 就是它的匪運是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194多年 中共第一次成立它那個國安部 就是現在的國安部 當時叫做中調部 中調部 中調部有其中一個功能呢? 就是做匪運工作 就是怎樣調動各地的黑社會來幫它做事 你看看 現在台灣的黑社會很多都是親共的 當時幾年前我看到一個黑社會組織 將一面五星紅旗 是拿到上去台灣最高峰 玉山 掛在玉山頂上面 做這件事的就是台灣一個黑社會幫派 我忘記了它是誰的幫派 捉聯邦 我不知道是不是捉聯邦 我忘記了它那個幫派的名字 所以中共動員台灣的群眾 是無孔不淫 連打一圖黑社會它都會動員 更何況一般的學運 工運 農運 所以要好好研究中共一些做的事情 所以現在台灣面臨一個很大的矛盾 他們不是看不到 有些人不是看不到 但是他們就覺得我們爭取自由 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 行動自由 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白色恐怖 來之不易爭取到自由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禁止別人 去表達他們的政治信念 這個是一個 我發覺是一個民主社會 普遍的一個大問題 美國也都如是 當你崇尚自由的時候 你是不會覺得要去限制別人的自由 幾年前我已經向台灣朋友提出這個問題 他們就說我們已經辛辛苦苦爭取到現在有的自由 我們沒有一個依據 沒有一個基礎去禁止別人 做他們認為他們的表達自由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些東西都是台灣 現在我覺得是需要好好去關注 去瞭解中共這件事究竟是怎麼運作的 特別我很希望大家不要當中共說話好聽的時候 你一定要想清楚 他等一下會說一些好聽的話 他好聽的話背後是什麼東西 一定要想清楚 因為太多的歷史經驗是說明這件事 蔣介石先總統他就有很好的總結 他說當他約的時候 他一定會說很多好聽的話 來麻痺你的注意 來麻痺你的注意 當他講好聽的話的時候 他背後已經是一整套其他部署來打擊你了 所以其實台灣國民黨本身是積累了大量的 中共的那些滲透的經驗 很可惜這套經驗他們都不會很好的總結 我最近讀了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 《蘇俄在中國》 這本書是1953年的出版 已經是很多年歷史 但是《蘇俄在中國》這本書 是Document 了很多共產黨的策略 然後點出他的策略 怎樣令到國民黨失敗 所以我覺得 現在叫人讀蔣介石的東西 台灣人可能癡之以鼻 因為他對蔣介石是心無痛處 但是蔣介石他從自己失敗的經驗 總結出共產黨的一個厲害的地方 這件事就是很值得台灣人去借減 比如他滲透 他可以滲透到連蔣介石機要秘書的速記員 沈安娜都是共產黨員 那你死不死 你這個機要會議開完之後 等於派一個共產黨員 在你旁邊記錄你的決定 然後送給共產黨 蔣介石怎麼能夠不輸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但是很可惜台灣人對蔣介石是很憎恨的 所以連蔣介石從他自己痛苦的失敗經驗之中 總結出來的對共產黨的策略 都完全置之不顧 這個真的很可惜 我覺得現在 今時間應該大家重新提出 要好好認識共產黨這個政權 是什麼性質的政權 他一直來的政策是怎麼樣 一定要好好去認識這件事 否則你遲早就輸了 這麼大的國萬島都被打敗 更何況你少少一個台灣 是